那如果櫻桃比較窄的 它比較容易想不開 然後很多事情會放在心裡糾結 個性也比較沒有辦法 想不開的時候 它就是沒有辦法很放得下 放不下的時候 你就是很多事情就卡在心裡面 可是又比較神經質比較敏感一點 它會很怕這件事情 不敢跟人家討論 不敢去找人 去幫你解決心理的困惑 所以就自己一直往裡面放 放久了它發酵就會出狀況 來 第二棒老師 哪些手面向的人 容易驚出心裡面 我們說現在 因為現在大家都有壓力 然後可能很多人就 就很怕人家說他抗壓性低 像年輕人怕人家說他是草莓族 所以有時候 我會覺得大家碰到壓力 可以堅強 但是不要太快 不要怕別人說什麼 然後就委屈了自己 那我們首先來看 手面向就是首先 第一個印堂狹窄 雜毛多的人 印堂只要比較窄 什麼叫窄 只要是少於自己的兩根指頭 自己兩根指頭 如果少於一指半 值得 值得 阿兒姐 值得 對... 你看... 這跟三條斜線 那是這樣嗎 對 就是如果少於自己的一指半 那就叫做狹窄 那最好的寬度 是大概一指半到兩指 那是剛剛好 那如果印堂比較窄的 他比較容易想不開 然後很多事情會放在心裡糾結 個性也比較沒有辦法 想不開的時候 他就是沒有辦法很放得下 放不下的時候 你就是很多事情就卡在心裡面 可是又比較神經質 比較敏感一點 他會很怕這件事情 不敢跟人家討論 不敢去找人 去幫你解決心裡的困惑 所以就自己一直往裡面放 放久了他發酵就會出狀況 所以印堂比較狹窄的 尤其雜貓多的 更容易有一些脾氣暴躁 或是一時起來的 那種情緒跟衝動 兩個母女就會這樣直來直去 跟我媽一樣 好 來 第二個 我們來看看 如果是鼻樑低 山根比較他的人 他為什麼會比較ㄍㄧㄥ呢 就是他比較沒有自信 沒有自信的人 他有時候就受到旁邊的人 就是你講一句 他講一句 怎麼辦 他講A 他講B 那總共就只有兩條路 可是兩條路 可能你想選A的時候 選B的人就跟你講說 走這邊比較好 你想選這個的時候 他就跟你講說 走那邊不好 那你自己沒有辦法 自己抓住自己的主見 沒有定見 你就會對這個選擇 而且你會對自己 會產生懷疑 我選這個他說不好 我選那個他也說不好 那怎麼辦呢 我總不能站在這裡不動 所以就這樣 ㄍㄧㄥㄧㄥㄧㄧㄥ的狀況 就變成說 對自己每一個選擇 都沒有信心 那左右搖擺的狀況 會ㄍㄧㄥ在心裡面 對自己每一個選擇 沒有信心的狀態之下 你就會覺得說 怎麼辦 我不管怎麼選都是錯的 那當你覺得 不管怎麼選都是錯的話 你就會對自己 就是會一直在心裡面發酵 一直ㄍㄧㄥ 然後就ㄍㄧㄥ出心理的狀況 好 來 第三個呢 我們來看喔 如果說你的智慧線 智慧線就是我們手紋裡面的 第二條線 如果我們手紋裡面 第二條線 尾巴 它就是發散 那我們講說這個叫 劉蘇紋 智慧線的尾巴有劉蘇紋 它是怎麼樣呢 它其實它內在的小劇場很多 然後它常常會胡思亂想 可是這個胡思亂想 都是比較負面的胡思亂想 例如說 就像有人說 你最近看起來 榮觀半發 榮觀幻發 比較有福氣 他就想說 你是不是想我胖了 那如果說你最近瘦囉 他就會想 你一定是講我最近氣色不好 可能就是不管人家怎麼講 他心裡的小劇場就在發酵 發酵之後就會覺得說 別人都是負面的意思 那這樣子負面的感受 負面的意思 不斷地往心裡面放 他當然久而久之 他就很容易撐出身心的狀況 因為其實心理跟生理 它是連帶相關的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人 他是怕被別人說 他抗壓性比較差 所以很多事情 他撐在心裡不敢講 那我會建議如果觀眾朋友 或者是我們身邊的人 有這樣的狀況 會建議他盡量找一些 讓自己可以紓壓的方式 也不要怕被人家講 因為做自己很重要 然後 對 接下來就 對 剛剛的那些狀況 就會建議你雖然說 不是太OK的狀況 該發洩還是要發洩 不要因為五千塊 就覺得放過他 而且你要警告周邊的人 這件事情 這個人實在是不可信任 這也是給你一個忠告 以上跟大家分享 他說他要出國唱歌 其實說實在的 我自己我十八歲 因為我十七歲 參加全國歌唱比賽冠軍 我十八歲的時候 人家要找我 我陪朋友去應徵 要去新加坡唱歌 結果我被選上 我很開心 我就馬上跟人家簽約 我就想說 他說要出國唱歌 所以我想說 你自己年輕的時候 也是這樣對不對 他要出國好 所以我就答應讓他去了 只是那時候他跟我保證說 那個夜總會是沒問題 住什麼的 他說他全部都已經打聽好了 所以我也放心 結果你知道去了以後 我說到了 要趕快跟媽媽報平安 我等了三天都沒消息 然後我想說奇怪 怎麼都沒消息 第三天卡電話跟我說 媽 我好不容易在房間裡面 我有網路 我這裡都沒有網路 我到了 你放心 然後他又沒消息了 坦白講 我們這個當媽媽的 你跟誰出國 什麼任何資訊都沒有的時候 你真的很慌 又等了三天的時候 他打來跟我說 媽 我被騙了 這裡還要坐台 還要陪客人喝酒 然後還要唱到 那個半夜四 五點 然後還要跟老闆出去 硬頭吃飯 什麼...的這樣子 然後很有可能一個不注意 就被人家看破壇 就帶走了 綁架了這樣子 你都知道我那時候 煩惱到要死 而且要去十天 你聽到嗎 我說女兒 我跟妳說 妳如果沒有領到錢 就不要了 因為這尷尬的 我那個子依一定不會回來了 什麼 我說 我跟妳講 如果沒有領到錢 就算了 錢再賺就有 我跟妳說 妳一定要給我平平安安的回來 然後我跟妳講 那幾天我才不會吃 睡 有一天打電話跟我說 媽 我在台灣 我找到一個台灣的大哥 他今天晚上要把我救出 朋友啦 朋友 對... 一個朋友要把我救出去 一個五星級的飯店 然後我明天要坐清晨 幾點的飛機回台灣 我說女兒 妳跟妳講 妳不能睡覺 然後妳就不要睡覺 然後鬧鐘給我 轉那個五分鐘想一次的那種有沒有 千萬不要坐過飛機 然後這個媽媽就在那裡 一夜不敢睡 就一直等 等到她跟我說 媽 我到了 妳知道我會嚇到 妳後面這一段 妳是第十天之後 什麼時候發現 妳覺得想要 必須要跑 要逃跑 然後去哪裡認識 這個台灣的大哥 沒有 不要 你看 朋友啦 朋友 就是我那時候是在陽台 那時候都要在陽台這樣 這樣才要搜尋 這樣 訊息喔 我以為妳被綁起來了 對啊 妳說的嘛 我們在房間裡面 那是那個東西 真的 我覺得 沒有 那那個門鎖就是 你哪裹嘛 那個房間沒有 我也把妳摺了 我在動 我們都在這樣子 在外面這樣 他有搜尋這樣打電話 然後呢 然後就是那個門鎖 就是這樣一踹就一搭 就打開了 大哥 嚇死了 妳跟我們 大哥 平安回來了 你弄去弄去 人家有怎樣就好 我們不是安迪哥 嚇我一下 然後呢 對啊 就是每天收訊都不好 所以剛到 我自己都嚇到 我想說完蛋 這個要怎麼跟媽媽交代 後來就是因為 其實在領錢的那個當下 我們其實有發生一些狀況 就是因為本來是要唱十天 然後後來 因為我們這中間 其實我覺得壓力最大的就是 我不能發脾氣 因為我是一個很 就事論事的人 我是正義感十足的人 所以我發現原來 我有點很久 我好想發脾氣 可是講快一點 我覺得那兩個女生 我急死了吧 那兩個女生 就是有受到一些 不應該被受到的對待 那我覺得很生氣 我是因為這件事情 然後那兩個女生 就是也覺得 他們是因為看到 我有這個認識的人 加入群組 所以他們也才一起來 那時候大家每天 手拉手一起禱告說 希望我們平安回家 但是他們也覺得說 我們都已經來表演好幾天了 很辛苦 就是每天 唱...跳... 然後他們還要換衣服 他們還要換秀服這樣 然後我們就說 好 我們三個就是還是 注意安全 但是我們還是要想辦法回來 但是最後一天要唱 就其實我們每天 都有跟著拿的開會 然後我就有... 小聰明就出現了 我就拿那個手機有錄音 就是... 反正只要他跟講的 都不一樣什麼的 我就有個紀錄在嘛 對 然後反正 最後一天唱的時候 其實他有就是在舞台旁邊 這樣偷拍 然後我就很生氣 因為我就是當下 我每天都在想 我要怎樣活 偷拍什麼 活下去 他就偷拍我們的唱歌 你們唱歌有什麼好偷拍的 那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他當下是他要 把我們拿去賣 還是他要跟其他人說 就是唱得不怎麼好沒關係 或是唱慢歌什麼都可以來 我不知道他拿那個影片要幹嘛 對 所以我就很生氣 然後可是我下台 我就跟那兩個女生說 我說你們兩個情緒先 比較激動 但是他剛剛在偷拍 然後因為他偷拍的那個女生 他其實是舞者 那他就是他一直逼我們舞者唱歌 一下叫他們唱歌 一下叫他們跳舞這樣 那我覺得好 沒關係 反正工作內容嘛 只是他唱得就比較沒有 像歌手那麼專業 他這樣偷拍 那是什麼意思 所以當下那女生 兩個女生就要開始 要嚇起來的時候 我就開始先哭 然後我就先哭 我就先讓老闆注意到我 那老闆後來就有坐到我旁邊 然後我就跟老闆說 我就說老闆 老闆是華人 他是澳門人 澳門人 會聽得懂中文 對 然後我就跟他說 老闆其實我們 從台灣來的歌手是很敬業的 就我今天答應來你這邊表演 我也希望把這邊表演做到最好 但是我們中間遇到太多事情 會讓我們覺得很危險 比如說住的地方 表演的時間 這都跟一開始講的不一樣 然後老闆本來有點為茫 然後他開始很認真聽我講話 然後我就說 因為像比如說那男的 跟我們說最後一天 他說如果你們唱得不開心 那明天跟老闆說 你們就結算最後一天這樣子 讓你們就休息 可是他跟老闆的對話是說 那三個女生今天就想結束 所以請你們今天幫他們算錢 就是他的那個講法 我就跟老闆說 你這樣子聽了 會不會讓你覺得 好 結果那他們聽完怎麼樣 他們算錢算了三個小時 然後我就打給我朋友 我朋友就很好笑 他就說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那個 他們在算錢給你的時候 有沒有真的在算錢 還是他們槍壓在下面 還是就是他們麵包車 都沒有一個有幫助的方法 光在那邊講一下 他就是真的有點嚇到我 但是我那個當下 真的很害怕 因為菲律賓那邊 他們的治安其實是蠻混亂的 就是買這個是很便宜的 對 所以他就是叫我小心 好 結果咧 最後就是拿上車 最後就是我們就拿到錢之後 我最後有跟老闆握手 但是他已經喝醉 然後他有點不想讓我走 就是拖拉了十分鐘吧 最後就是老闆謝謝 然後就趕快撤 趕快閃 趕快上車 撤回宿舍 還是撤回哪裡 就跑回宿舍趕快收東西 收收收收的 要包花款款 然後到早上中午 我就聯絡了我台灣的朋友 然後他就說 好 不然你就不要繼續待在那了 因為新的歌手已經來接應 而且是被安排在不同的飯店 就跟我們是沒有聯絡的 怕我們跟他講一些事情之類的 對 然後後來我就帶那兩個女生 跑到那個五星級飯店 最後一天 然後就讓他們睡一晚 然後我凌晨七點的飛機 回台灣這樣子 他們兩個有回來嗎 他們兩個後來也有回來 但他們班機比我晚 他們班機不一樣 但他們有回去收醒 他回來也是很擔心 擔心到他們兩個到為止 對